南大館政府幾位贊台第一的鄧古城的山頂天籃 到在的高速公路的教科南高露團 和其他所在有很大的報告 這UK不用管了一頭和大口 也會回來報告作品 對開報和建制每一天都去大埔UK前來欣賞 官府也統計 這段時間大約是超過250萬人 也會管口增加了400萬的小姐 官長臨民情變身做特別了 若跟小朋友哪臨電哪說過 除非的作品是跟官長親民的一面 甚至每一個主題電腦 都有不同的作品電出 和UK都感到最新興奮 也像是非常留念 這就是南大館今年特別推出的殺雕電 像殺雕我們在三天十天的營運中 就能夠這個售票的金額就快突破400萬年 如果再到這個元宵節的話 我想我們希望能夠創造更好的成績 看殺雕不必走去海邊 高速公路橋樓就能夠欣賞 再來投一個當局影響 先來殺雕電欄 就在南大館 這都總有夠的殺雕主題 全人大約400公斤 民眾到處參觀 國家最新興奮一定要花一段時間 若是沒有比在頭的地方 狀況的拍攝身體不爽快 但是在高速公路下UK都不用煩惱這個問題 民眾現在參觀殺雕電欄 在春節過年期間人條市一天比一天更多 經紀官政府的統計 南大館在這段時間 就慶了250萬人正來觀光出場 今年我們三大肚子體 殺雕文化園區還有燈會 還有恐龍這三個活動 已經給南投市帶來熱烈的迴響 那麼短短的十天裡面 就有這麼多的250多萬人進來參觀 我相信對我們整個南投的經濟發展 是有一定帶來一定很大的幫助 除了刷掉電欄以外 還有設立南投市的南投頂會和恐龍電欄 民眾到了80時間進來的南投出場 記者王主如常報道 необ奎